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在现在一个信息化的时代 各种电子屏广泛的流行 使得具有强烈视觉冲击力的图像充斥着现代的各个角落 造成青少年面对错误资讯 及媒体价值观的不良影响而锐意严重 我觉得现在年轻人看待两性关系 比较随便 也比较很自由 比起以前的那种保守 现在他们开放了很多 我希望这些学生在今天的课程中 他们学习到对生命 对爱 还有性的真相 有多一点的认识 他们的提醒就是他们可以在今天做一个例子 在婚前守真 做一个健康的人生 还有一个幸福的婚礼奖 青春无悔课程是一个以品格塑造为基础的试听教材 希望透过课程的宣导 能让更多年轻人塑造良好品格 更加的爱惜自己的身体 有问我有哪一些问题的吗 那么初中生呢 因为同班同学嘛 所以一般上呢 我们比较没有去看到学生有这样的问题出现 但是到了高中 可能大家相处久了 那么可能日久生起吧 所以就有那种感情的一种出现 那么到感情的出现的时候呢 就可能会带来一些 我们学校需要处理一些问题 认识出人家第一件事情想到要有规则 那这个宣导跟感情呢 我们可以看得到呢 可能男女之间他们站在一起讲话呢 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所以呢在我们处理这样的 学生的一个行为的问题的时候 我们考虑到更多 是这样的行为后面的大量的问题 我希望呢 透过这个课程呢 学生能够学得到认识自己 因为很多时候 学生并不同学自己 有些同学对于性方面 他还是无谋懂懂的 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之间呢 透过这样的一个课程 我觉得可以达到不一定的效果 对于良心的关系有更深的问题 学到了最终梦想的话 就要设定好一个目标 如果没有这个目标的话 也就是实现不到 我也学到了就是 我们生活上更可以查看的这个事情 就是好像我们的网 网络落 还有就是那个媒体 就会影响你问我 某一个人 希望以后会有更多关于新决定的一些讲座 或者是广东 希望下次有一个 环节主经济的训练 学校能够安排一个影响 给我们这个初三学生 来重续我们的自信 来我们能够好好的这个 面对这个今年的同考 就是想感谢导师们的耐心的 就是教导我们的 谢谢导师的分享 让我增加 我们希望未来还有机会 可以买到他的分享 我非常感谢就是导师们的 这些耐心的这些教导 上了一天的课程 学员们可说是获益良多 讲师们充趣的讲解 以及有趣的课程编排 让学员们在青春事业里 为品格塑造 打下良好的基础 衷心表现为公会导致团队 为我们带来 更多及健康的良心事实 我们的报道到此结束 感谢收看